恭送大成黎文字谱光明藏经让我的收入不可思议迅速增加 作者 一鸣 我今年四十岁 是一个小包工头 大家都知道 做工程往往欠账比较多 我也是 别人欠了我很多钱 要不回来 有人告诉我可以念咒 我念了之后 果然要回来一些钱 有一天 我浏览网页 看到一篇文章我读的感应 因为有读咒的经历 我深信师兄所说的 于是加了这位师兄 他把我拉到了他的共修群里 我在这个群里 又看到了另外一位惠仁哲韵师兄的文章 我读了惠仁哲韵师兄的文章 开始读大成黎文字谱光明藏经 当时我的收入很少超过一万 为了求财 我就想 怎么能让我的收入超过一万五呢 如果读这部经可以的话 我愿意一直去读这部经 因为我以前末有读过经文 读第一部经的时候 读得非常慢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因为白天末有空 只能晚上读 八点多读到十点钟才读完 读完之后累得脑子都疼 读完也不知道回向 就累得躺下睡了 也就是那一夜 我也不知道自己睡住末有 反正那个经文就在我的眼前飞了一夜 我感觉很奇怪 我想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也末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啊 这是怎么回事而啊 但不管怎样 开工末有回头见 我每天晚上都会读这部经 但是 当时读得非常慢 也确实特别累 一天也就两步三步 我既不清是二十一天还是十七天左右 我心血来潮 一天之内读了十五步 总共也就读了六十二步 莫有想到 那天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 我竟然接了一个大工程 这个工程可以保证我这一年每个月的收入升到两万 我感觉这个工程就是佛菩萨送给我的 随后呢 我很快又接了大大小小四个工程 月收入基本能够稳定到三万以上 自从六十二步经之后 我读经再也不求财了 因为收入迅速增加 我害怕自己福德不够 便开始放生 供养三宝 捐款 扶持贫困学生 每个月固定要捐出去三五千 除此之外 我之前久治不遇的滴血压彻底好了 以前不能熬夜 现在熬夜也不要紧 以前吃饭每天五次还不饱 现在一日三餐 每餐也比以前吃的少很多 且全素 以前遇事心烦 现在经常头脑空白 啥事不想 感觉很清静 但是 为了推广大成离文字谱 光明藏经这部经 我又不能不说出我的故事 所以 希望想要读此经的各位师兄 不要太追求感应 以上就是我不可思议的诵经经历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故事 读一读就行了 而是要信 愿 行 一心读经 佛菩萨会让你满愿的 见有师兄诵经修行退转 我想把和这部经的缘分简单说一下 希望师兄们能正念正信 道心坚固 因为求财得法 第一部读诵两个小时 当晚梦献梵文飞了一夜 之后每天三部两部开始读诵 到第十一部开始回向 四十二部生财收入将近翻倍 到两万 六十二部收入直接升到三万附近 而且基本可以保持两年不变 然后开始吃饭渐少 心生欢喜 到一百九十五部也就是昨晚 月收入最低到了四万 到一百九十八部误出经文里有一个秘密 心生大欢喜 惠人哲运补充暗语 虽诵经时间不长 才两个多月 诵经数量也不多 迄今未止才一百九十八部 但其感应收获却不可思议 这个难得的案例 与各位师兄分享 让我们共同对佛法升起无上之信心 breaks 也许 logr得了 寻ere 怎么办 付出 军